中国要併吞台湾是他们的国家政策争取世界霸权 不是哪一个政党或哪一个人有什么主张所引起 也不是你们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就有办法阻止 中国在联络吃药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 兔死狗喷阴见不言 不要傻傻的跟着中国定义台独 也不要跟着中国一直检讨受害的台湾 侯市长柯主席 在中国的眼中我们三人站在这里参选总统 通通都是台独 你们接不接受 如果你们接受这就是台独 难不成你们是在选特首